要得圆通也必须要从生活上去实践 圆阳法师开示,圆通是没有障碍 有障碍就不通 当我们还有疑问就是不圆通 当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回答就是圆通 什么叫圆通? 既然通就是没有障碍 有障碍就不通 那我请问你 你一切都还有疑问就代表你不圆通 你有疑 那你要把一切都圆满 我问你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回答我 这个叫圆通 这个圆通是从智慧而来 是从证悟而来 它不是读书而来 你读书读不到 光读书没有用要去做 要工作,要做,要实践 所以在佛法里面 为什么 本师释迦牟尼佛踩中间 那旁边要文书跟普贤 文书代表智慧 普贤代表实践 知行合一才可以成火 缺一不可 那现在大家都想知而不行 成不了火 所以一定要知行合一 这个就是理论跟实际 你要能够把它应用出来 所以圆通 堂合容易 所以我们暂时做不到 只能够苦修 所以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让我们共同来学习 想要圆通是要知行合一 要从生活去实践 而不是从知识来 史方新闻胡佳萱 曾千俊 屏东采访报导 所以我们下期设计